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履杰 欢迎收看今天的履四战国BATTLE 我们来先唱一首歌 人身至古难知足 让你当上了阎王你又怕孤独 问君何所欲 问君你何时才能满足 到底要怎么满足 到底要先买房先买股还是先买车 其实这几年台湾包括对岸 房价飙高的问题 其实让很多年轻人很痛苦 为什么这么说 房贷现在以前是15年 后来20年 30年现在已经延伸到了40年 我曾经听过一个段子是这么讲的 有一个年轻人 他跟他老婆讲 他说我们他老婆坚持要先买房 他说如果房子一买一贷款是40年 你要知道利率会不会飙高 没有人会知道 难道有一天我65岁退休 我儿子问我说 爸你这一辈子到底干过了什么事情 难道他只能哭着跟他讲 我终于把房贷还完了 难道我们的成就在那一间房子吗 但是房子是钢线需求 没有买房 那你又住哪里呢 你知道租房子 但是当有一天你的年纪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房东可能也不想把房子租给你 那先买股 我们趁着 你看十年经济景气一循环 趁着金融大海啸说入场 你就赚得盆满钵满 孩子你不要忘了 海啸常常不是只有一波 这一波过后又下一波怎么办呢 所以到底要先买车 还是先买房 还是先买股呢 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与会来宾 第一位财经作家陈崇明 陈老师 大家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好朋友 美丽的房产YouTuber 安娜 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主持人好 第三位也是为YouTuber 专门研究ETF的李勋 大家好 我是仙力李勋 第四位是我们的青年代表 我们的同学邵阳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杰哥好 OK 那到底要先买股 还是先买房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要买房子真的不容易 当房子已经不再只是一个需求 它变成一个投资 甚至是炒作的商品的时候 我们说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 年收入乘以7到9 就是你能负担的房产价格 OK 我们先不讲 这个所谓的平均国民所得 有没有失增 在2012年的时候 那时候平均每个月收入是4万6 也就是说年收入大概在55万左右 如果你把55万 你不要说乘以7乘以8 我们就直接乘以10 大概你能买所谓的550万左右的房子 好嘞 那我们说房价飙涨 是很多年轻朋友 对政府的抱怨的来源 到了去年2022年的时候 我们的平均年收入到达了70万左右的台币 70万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大概只能买700万的房子 那离开台北市的地方 我们就先不讨论 因为毕竟台北跟新北 占在台湾很多的人口 你告诉我 700万在台北怎么买房子 你告诉我 700万在台北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房子 连凶宅你都买不起啊 所以到底要怎么买房子呢 那我们说呢 最近有所谓的这个 一个一个一个年轻人 也不能算年轻人 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小孩 他原本是租房子 但是后来房东不租他了 那不租他 我们就租别的地方嘛 他发现我要租到一样品质的房子 那个房租我负担不起 那负担不起怎么办 那很多人说嘛 租不如买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怎么解决房市的问题 我的租约到了 然后原本这个地方 是跟我一个朋友租的 他就跟我讲说 租金啊什么都很好说 所以连租金都是我自己说 这样可以 然后我自己就把这边 弄成是一个录音室 这样子我就可以在里面工作 但是因为他们家人 也需要用到这个地方 他已经对我这么好了 我就觉得说 没有关系 我就赶快找地方 对 我是用很便宜的价格 租到一间很棒的房子 当我接收到这个资讯的时候 我没有概念 租房子要多少钱 对我就想说 那如果我用相同的租金 我就一定还是找租的 我刚才有跟你讲那个租金 你就觉得说 天哪这么可能用这个租金租 然后后来我就自己 就是开始上网查 因为我有一间工作室的需求 然后我又有两个孩子 所以我一定要找三房 所以我一定都会找 就是至少要离捷运站稍微 走路可以到啦 10分钟内可以到 双北可以接收 板桥 然后万华 听起来很贵对不对 应该至少3万跑不掉 如果你是新一点的房子 有一些3万2千 都会到4万多 租的其实都要大概3万2到3万8 这样 还是我去看看房子 因为我就是需要我自己 要说服我自己 所以我要算得很仔细 所以其实我整个过程里面 我看了大概有60几间房 我的心态就是看看 然后你开这个价钱 我就会说太贵了吧 我就要跟你硬看看 往实力看 可是 就知道不可能 越看后面就觉得说 好的物件你根本 瞬间就是我可能今天走进去 可能房仲跟我讲说 你今天没有下去 被买走 我心里面就想说 你不要话数 他是偏TK那种人 对 我就会觉得说 没关系 那我就再看看 可是再看看 我隔天打给房子说 有没有机会这样 这个价钱 已经没有 在台北租房子 你要租到像样一点的房子 我说实在话 那个跟我们南部 跟着没得比 但是那个租金 可能是我们南部的两倍 甚至三倍 所以到底要先买房 还是先买股 或者是不然先租去买股 我们来问一下 安娜 先买房还是先买股 我当然是主张先买房子 为什么 其实这一切都有一个大前提 就是你有一定的自备款 就你可能有一两桶金了之后 你要怎么去操作这笔资金 那我的主张当然就是先买房子 因为我自己觉得 其实每个人 虽然大家都说房价很高 然后居住正义什么 可是其实我相信会这样讲 就是因为大家都想要有一个家 是 每个人最后都是需要一个房子的 那与其你 买不起两宅要买阴宅 就是要让人生最后一师尊严 这样讲有点有点锐利 但是我必须说 就是与其一直去抱怨说 我买不到房子 你还不如赶快 趁你还有 趁你有头起的时候 可以进 我真的是觉得可以进场 买到哪里的房子 就先买起来 它不一定要是你现在住的 它可以是你第一个自产的标的 然后慢慢换大 我们买房子 卖房子最喜欢讲 先求有再求好 我相信前辈们应该都有一样经验 那我主张一次到位 我主张一次到位 你又知道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最大问题出在哪里 装潢 因为装潢是不能计价的啊 对 你家里可能没装潢嘛 我常跟很多朋友讲嘛 我们说我们家什么装潢 做孩子也要吃蒸啊 对不对 你不能够买地包 没有装潢 朋友来了坐肚子 毛胚 会干嘛 看不清楚 对不对 是 所以钱就落在那里 落在汤里了啊 所以这样你还是主张先买房 对 我觉得会想要买到一次到位 可能都要有一定的身家跟条件 你才有可能一次买到位 长得帅而已不行吗 可能比较难啦 对 看你长得帅还愿意做什么事情 对 我有次去吃饭 然后他最后上了甜点 我就问那个服务员 就问那个服务生 长得帅来是不是有两个 他说对 我说那我的第二个人 因为你不够帅 有人这样讲话的吗 陈老师 我知道你研究股嘛 所以我们刚才安娜讲的 其实有道理嘛 因为房子是刚性需求啊 我总不能没家人好住 四家的税住 因为租房子的问题在于不稳定嘛 房东不要说房东随时可以叫你走 但是租约到齐 他就可以叫你走 甚至有时候租约没有到齐 但是他还会想尽办法逼你走 所以陈老师 你还是主张应该先买股嘛 当然是先买股啊 那房子讲实话 你现在台北市动不动你开都是开一百 一瓶 像我去小巨蛋那边看国宅 给我开九十二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室内不到三十 全壮四十八 给你开到四千多 是 你说像我以前学校老师 我到最后我退休前 我年薪大概一百三 你看我这个三十年 我大概买不起了 那三十年买不起 这人生没有希望了 难道你要负债纸长这样子一辈子吗 可是老师 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买不起 然后三十年后你依旧买不起 我所谓的买不起是怎样 就是说你光靠死薪水你买不起 是 但是如果有人帮你买 帮你出钱我就买得起 比如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出十万 可不可以 我就买得起 做不到 你不是安娜 真的吗 安娜可以 没有我只是举例而已 我老婆会看节目 主持人一支不关于 不要抹到家庭 但是我一直强调 就是说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上班族 你都一份薪水 你放哪里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就是放去投资 放去投资 那就有人帮我缴房贷 其实我现在也欠几千万的房贷 我也欠 但是你知道吗 我有三千张金融股 因为比如说安娜有买房吧 有 有欠房贷吗 有房贷 哪一家银行 还没决定 我今天才买 那我的意思很简单 大家都缴房贷给银行 那我就当银行的股东 所以说我三千张金融股 当然我也存股票存了三十年 人家是存房三十年 那陈老师是存股票三十年 所以说我光金融股 那金融股搭交房贷给银行 那银行给我钱 我再拿钱去交房贷 所以说你有房贷吗 有啊 对啊 你也在帮我交房贷 那也在帮我交房贷 李勋有吗 还没 赶快赶快 你也在帮我交房贷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说 你如果说你要买房 你要清净三十年四十年 你所有的收入都支出 当然你有一间房子是很好 但是我们选择是plan B 我把这三十年的钱 我先去投资 那很多银行给我钱 我再拿这个银行 给我的钱去买房子 那好处是这样 我就可以一出到位 我也不用以小换大 那你看我银行股 我一年领三百万的股利 银行股一个月领二十五万 那我可以买多大的房子 对不对 我就给你一次到位 那当然我付出是怎样 我从年轻我就住老公寓 我住到五十几岁 这个因为你要存股票 你就要付出 所以说存股票 我们是说先苦后干 不可能说你今天存股票 你明天就买豪宅的 不可能的事情 存股票跟房贷一样 也要二三十年 但是存股票的好处就是说 有人帮你买单 所以说我们存股票的用意是 有人帮我买单 我觉得这个是最迷人的地方 可是陈老师 你设定的是股票会涨 它配息稳定 对不对 但是痛痛不是这样 那个是你不会买股票 我的问题就知道 没有我们常常讲 我们买股票 你刚刚讲是不是刚性需求 买房子对不对 我问你 台湾人你知道吗 现在房贷余额大概九点五兆 你给他乘以两%的房贷利率 台湾人光缴房贷利息 一千九百亿一年 你看银行是不是赚翻了 有没有 有 谁没有房贷 银行会赚到你的钱 金融股赚到你的钱 有没有买股票 有没有 有啊 券商 金融股会不会赚到你的钱 你有没有买保险 有 有 对不对 那保险公司有没有赚到你的钱 这些都是金融业 对不对 那你还有车贷 什么这些都金融业 所以说我只是说怎样 经济在发展 金融业都会赚到每个人的钱 房贷 保费 什么都会赚到你的钱 连你在股市买卖 它都会赚到你的钱 那我就当他的股东 那经济在成长 我就会赚到钱 除非 除非台湾人都不买房贷 不跟银行往来 不买保险 那你也不借车子 都不借 那金融业才不会赚到钱 那如果我这样子来讲 很简单 我一定会稳稳地赚 那我做法 我们就是说 先苦后干 先存股 那就有股票 就有人在帮我赚钱 所以你缴房贷 你是在帮我赚钱 我等一下打听一下 看你是办法赚到 所以其实陈老师的观点 我非常认同 所以我们应该要买 殡葬业的股票 因为你一定会用到一次 但是问题来了 其实我们说 一般的投资人 他不一定有能力选股 所以有些人 他就会去买ETF 李逊 你研究ETF嘛 所以买ETF 跟买房子 你会挑哪一个 其实我当然是先主张 但是先租房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幸运 是我现在的房租 其实算便宜 大概是一万上下 然后在新北市 其实之前陈老师有来过 就是里面空间很大 就是三房 三房两厅 我自己租一间房子 因为我朋友他刚好买房 然后有一个房间可以租给我 那他平常上班族 所以你只租一间套房 亚房 其他中间我都可以用 就是客厅什么 因为他上班族 所以平常我基本上 就是都只有我在用 所以我觉得 你住在新竹吗 没有 你也姓李哦 板桥板桥 像我叫板桥板桥 所以平常我都自己在用 然后也会请来宾来拍摄等等的 所以我是觉得我很幸运 所以我当然会先主张说 那我先租房子 我先把剩下的钱 去做股票投资 ETF的投资 因为我觉得ETF相对来说 是比较稳定一点点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想要买个股 但是有时候买个股就很容易 不小心踩到雷 或者是风险太大 但ETF的好处就是 它是会定期贷款 股票的成分 那当然如果说 你会担心的话 其实你也不一定要买一档ETF 现在ETF真的太多种 所以你可以平均分散 到不同的ETF上面 了解 那当然其实市面上 据说有九成的房东 不愿把房子租给年长的人 那当然你有时候不能怪房东 因为如果万一 万一 我们刚才讲的 要买就买什么 买殡业的股票 因为总有那一天 所以他可能就好好的房子 就变成凶宅 所以他不愿意租给年长的房子 那会不会有一天 我们年老了 也租不到房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隐身在内湖西明路 这间旧工具里 一走进地下室 没会扑鼻而来 公共空间堆着简陋厨具 和一台老旧洗衣机 走进房间一看 画面更令人逼酸 要飞去热水 走飞去冷水 我就用那个瓢子 跟冲的洗澡 老先生一住就是六年 但怎么会选择 摸在地下室 那这边租金一个月多少 四千五啊 上面不要贵 不贵 一万多块对不对 对 一万多块负担太重 这里在四十年前 原本是菜市场 后来被隔成二十四间雅房 每个房间只有五坪大 独居长者们 滥以回声的家 被外界形容是地下雪居 很多人就算生活辛苦 也不敢向政府求助 因为台湾租屋黑市问题严重 有近九成的房东都没报税 一旦民众申请租屋补贴 房东的租金收入势必全被摊在阳光下 因此只要房东没点头 房客根本不敢申请 就怕被刻意报复 可能房东就当场就提成解约 就是说我便宜再租给你了 那或者是房东就会租期结束之后 把就是原本租金补贴 他增加的税的部分转向 成为租金提高租金 我想这个问题 我们问这个陈老师没什么意义 因为陈老师有的是钱 他有三千张银行股 每个月你二十万的股息 OK 那我们等下再来问陈老师 我们先问一下年轻朋友 邵阳 你会不会担心有一天 人家房子不租你 当然是会担心 很想有一栋自己的房子 但是以我自己为例好了 阴仔还是阳仔 这是阳仔 阳仔 以我自己为例好了 就是我是新闻系的 那以后可能想要进入媒体产业 那在内湖就最便宜的移动房子 金水很低 对对对 就是在内湖想要有移动房子 刚才不是有这样表吗 对对对 请去你的收入吗 对对 还有更惨 我看到之后有没有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真的没有sense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是没有劳健保 我们领的是主持费 我们不是员工 然后每一个都这样看着 你现在在务票外 我说这一句话是敢在想借吗 他有这么多啊 对 鲁鲁你要住内湖 内湖现在房价也很贵啊 对啊 就是最烂最便宜的 可能一房一厅就要一千多万 那他如果是房贷算下来的话 可能要一起要三万到五万块 那记者的薪水是多少 大家知道吗 三万三万块 对就是如果你是那个十年的工资 那你的平均月薪是四点六万 那十年以上也才五点七万 也就是说那个五万块的房贷 根本就是难以缴啊 就是如果你要不影响生活的品质的话 根本就缴不起 所以我是自己是觉得 应该要先就是可能先投资自己啊 先投资在金融产业 然后再来买房 可能等三十岁的时候再买房 然后刚好退休缴完房贷比较刚好 那投资自己的话 可能就是可以去玩就是金融产业啊 或者是可能买杰哥的书啊 来充实自己之类的 这孩子跟我说话 OK啦 那我们这么讲 其实我其实 我真的买房是三十六岁 那真的是因为书 因为我在一五年 我出了一本书 然后卖得不错 卖了十几万本 然后后来这个版税 所以就变成我的投机款 我买了房子 那真的很幸运是 那一年我有买房子 因为我买在低点 如果那间房子 我现在今天闹此时此刻 把它卖掉 看最新的十价登录的话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我赚了一千万 所以前两天 我跟我老婆在聊天 我就跟她讲 我老婆 其实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我们赚了一千万 但是如果我们当初没有买 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啊 我可能要多花一千万 才有这间房子 所以陈老师 当然你没欠钱 我们了解 但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 就是你的同事 因为如果我们以前 我记得以前那种午餐时间 如果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来 大概都是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在盯着股票看 看今天的盘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身边有没有那一种 就是可能到了 这个相对要退休前的年纪 但是还没有房子 通常比较少 因为学校老师 讲真的公务员一考进来 就两件事 结婚买房子 为什么 因为公务员你收入很稳定 所以我可以算 我脚了数多少房子 可以多做一件啊 再几一个 那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像之前我就学校一对夫妻 夫妻都是学校老师 那年薪大概200没有问题 那200没有问题 但是他说他没有钱 他想要投资股票没有钱 他说他一个月 只有5000块可以投资 我就说他说 你不是夫妻两个 他说没办法去买房 买在三重 三年薄 而且又三十年房贷 那三十年房贷 平均一年要缴八十几万 那我很开心 为什么开心 因为他八十几万 是缴给那家银行 那家银行 你跟来啊 一直赚投资的钱 你知道吗 老镜头 那家银行 我有几百张 所以那家银行 每天给我八十几万 他给八十几万给银行 银行给我八十几万 然后我退休 然后他要缴房贷三十年 所以说我要强调就是说 就是很多人是 当然你买房子 为了就是安稳 为什么 因为我算得出来 我每个月收入多少 我可以缴多少房贷 那再来就是说 我三十年好好缴 我就有房子自己的 然后我可以住一辈子 当然这个是很好 其实买房跟买股哪一个好 其实要自己适合最好 有些人买股票 就是心脏 那就一天到晚赔钱 我不是在说你 对不对 没有你说的就是我 我知道 但是呢 我今天只是跟大家讲说 一个现金流的观念 你缴房贷的钱到哪里去的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像我讲的 大家缴房贷光利息 一年就缴一千九百亿给银行 那我当然我当银行的股东 对不对 那我拿了这个钱以后 去帮我缴房贷 我也有房子 我也在缴房贷 但是我不怕缴房贷 因为有金融股在帮我缴房贷 所以我是先去存金融股 然后再帮我缴房贷 那我就是这样 我房子也有 我股票也有 我都要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政府为了解决年轻人买不起房的问题 所以有所谓的青年的购物贷款 那我们来看一下青年购物贷款 它真的有那么香吗 它利益良善 什么叫利益良善 第一 这个减轻购物的贷款负担 因为青年的购物贷款 它的利率的确是比较低 那刺激刚性需求的买器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就希望 我有个窩 金窩 银窩不如自己的狗窩 我也要担 然后呢 有利三年内的交屋 建屋 这个建案的余屋消化 这句话我就觉得怪怪的 你到底是在解决人民的问题 还是解决建商的问题 再来活络市场 低总价的刚需 活络市场 活络都会区的城乌 又是回到第三个问题 所以很多人在讲 你到底是在解决人民的问题 还是解决建商的问题 那当然了 我们说实质上 它给你贷款的没有错 但不代表你缴得起 而且贷款这种事情 一缴 它就是二十年三十年 甚至四十年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最下面这一行 轻创 我们说年轻的 青年的租屋的贷款 它是鼓励年轻的买房 所以投资客可以安全下床 那最后产生的成果 房价仍然是居高不下 所以政府还打房 还那么久 然后动不动地出现一个新的政策的时候 就会有一派人说 你看你看 这建商吃辣了 你看你看投资客你吃辣了 但是另外一群真正握有房产的 或者是真的在做房地产的时候 我会跳出来笑一笑跟你讲 咱们都没关系 我就是在叠加上去卖给他 你不买你不买我又放着 为什么我也不差这一间房子的钱 两间房子的钱 他做的杠杆 他炒房炒那么久 他有一定的现实 但是回到我们的刚性需求 如果年轻的朋友 你想去申请所谓的青年购屋的补助 或者是青年购屋的贷款 到底要怎么做 才会符合这个资格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从去年开始 就不断地在升息 一般人的房贷 大概都要2.1%起跳 就算是比较优惠的公教人员 房贷利率也要2.06% 那从8月1号开始 政府加码的这个清安补助 让利率降到1.775 除了这个利率降了之外 最高的还款年限 从30年变成40年 宽限期也从三年延长到五年 妈 珍惜哦 那上述种种的措施呢 都可以大大减低 民众还房贷的压力 那要怎么样的资格才可以申请 要怎么去申请呢 第一个只要你是年满18岁 然后你还有你的配偶 跟子女名下没有房子就可以了 还有第二个就是 你是第一次使用相关的贷款专案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清安的补助 既然这样子买房子 好了 OK 不管到最后得利的 是不是只有建商 但是让年轻人有能力 早一点买到房子 陈老师这样很好啊 你看贷款利率那么低 这个我今天真的赞成主持人讲的 解决建商的问题 是这一句不是买房很好 所以我有一张建商的股 那你再说这个啊 没有啦 我的看法很简单啊 建商 大家买房子 建商会不会赚到你的钱 所以我买了100张营建股 那营建股赚到钱就给我钱 那我再去缴我的房贷 其实我一直灌输大家 就是一个现金流的观念 你的钱跑到哪里去了 那你就要买他的股票 把钱拿回来 现金流这个观念 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所以说我不是讲说买房好 买股票好 我是强调一个现金流的观念 其实我一直觉得 你要买什么都好 但是最大的罪恶是什么 你知道吗 没有人帮你出钱 你要买房子买车子都好 但是你一定要先累计资产 陈老师就是存股票 那我以前我们讲 我们就不败教嘛 对不败家嘛 那我就存股票 存股票 那我也讲实话 你不败家有为人性 但是我就把它修成 就是败家没有关系 但是要有人帮你买单 所以说这个就是现金流的观念 那大家老师 我想再问另外一个问题 那你存股存那么多 你没有踩过雷吗 这个你吃饭没有咬过舌头 没有 真的吗 真的 我做到秘不透风 你讲这个我就不会信 来来来老师 有没有踩过雷 当然会有 但是我们当然 我们研究股票来讲 我们到最后就是说 我们尽量做到就是赢多 输少 我们尽量这样子做 小输大赢 对啊 就像说股时候打仗 你有碰过长盛将军 都没有输过吗 很难嘛 所以说我们投资股票 我们就是这样 尽量的赢多输少 这样子 不过到最后研究一下发现 其实你只要买这些 大型的龙头股 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这些金融股 其实你如果说长期投资 你愿意投资超过十年 这些大型龙头股来讲 基本上你不会输钱了 是 我们去统计一下 你不会输钱了 那会输钱了 通常都是你去做短线 再来就是去买你不熟悉的股票 那这个是不好的 了解 那安娜 你刚才拍了这支 所谓的青年购物贷款的影片 那问题来了 你有没有帮这些人评估过风险 对不对 我认同 其实不管是买股还是买房 都是要适合个人 那时候问题来了 就是要评估风险 我也可以把钱欧益买股票 就是你知道这几年 大概差不多五年来 你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17岁少年 当冲玩长荣 然后什么财富自由了 少年股神 后来呢 那个长荣下来之后 行业股下来之后 你就看到了17岁少年 然后买这个 AI 买比特币 然后财富自由了 然后呢 比特币挂了之后呢 又看到又是这个17岁少年 这个笑容很没用 17岁少年 买ETF财富自由了 然后ETF最近也挂了嘛 就变成这个17岁少年 买AI概念股财富自由了 所以我们所有东西都有风险 就像我常讲的 我的心态就是我要最高的报酬 但是我不承担任何风险 但是买房子其实风险 必须得评估进去 对 我记得我当初买房子的时候 我手上资金其实是够的 但是毕竟买房跟买一台电视不一样 那个价格这么高 所以你有没有教大家 怎么评估一下这个风险 其实刚刚前面那个片段 就是告诉大家说 这个措施是什么东西而已 那我知道这一定会吸引很多年轻人 觉得说好像比较有能力买房子 可是我其实 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念是这样 就是我们大家抱怨归抱怨 但是现实是怎么样 我们要尽量以现在有的筹码 去做出对自己最好打算 如果想要用这个亲安贷款的人 他们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风险 会是第一个就是 因为其实到最后要到交屋的时候 你在对保守你才知道说 我到底可以 你的资格合不合 对 我的资格等等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 反而是这个亲安贷款 只是让你有更大胆的心 去赶快买个房子 但是我反而觉得在财务上面 你反而要更保守 是 对 那这么说 其实所有人就是 为了赚钱 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 不外乎两件事情 一个叫开源 一个叫节流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现在 其实就是开源跟节流 为什么不先买房 因为你要节流 把钱拿去买股票 但是我就没有多少钱 我怎么买股票 我一个月可能才三万 吃春盈春的 说话买点 不要再财务 把老母救急就算不错了 所以开始很多 我们说包括零股 所谓的ETF 你不懂吗 那我们就来ETF 那个李迅 你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的 但是我如果一个月 就真的只赚三万 其实戴胜益那个 我记得有一年 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月薪好像不知道 没有四万还是没有五万 五万嘛 我记得是五万 没有五万 就不要投资了 他就不要投资了 我说实话 那一阵子那个戴董被骂到凑头 我是认同他的说法的 我认为人生不是只有赚钱一件事情 或者是说 当你还没有能力做到赚钱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把它投资在自己身上 或者是人脉身上 或者最少是回忆身上 所以应该有很多年轻朋友问你 我一个月二万八 我一个月三万一 我怎么去投资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先把 你自己的薪水做一个妥善的规划 不是说人家讲什么就投资什么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比例的原则 因为我自己很想 这个我听多了 这个我听多了 这个我无法觉得 我也知道啊 对对对 我也知道 他先跟你说 脚在痛就别怕了 但最重要是你要把钱 妥善分配 而且你要记得去专款专户 会是最好的 因为很多人是 他希望什么赚钱 他就跟着去 然后他当然希望大家赚钱 可是如果你比例没有分配好 或是你的户头里面没有 特定功能的话 其实你很容易会失了分寸 所以我这边 简短讲一下就好了 我怕你听了 因为我这有什么水平策略跟垂直策略 对对对 但在前面之前 我觉得还是要先有一个储蓄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薪水呢 我自己 我自己自己创了 这分四个等分 60%消费 然后30%储蓄 然后5%风险规划 就是意外型 医疗型等等的 然后5%投资 那像如果你薪水3万 可能说5% 1500而已是要投资什么 但其实现在很多的券商都提供 很低门看的定期定额的标的 那当然你可以这个时候进场 我觉得没关系 反正你就是1500 先试试看水温 或者是你觉得你还没准备好 那也没差 你就先把这1000 每个月1500存下来 那等到你自己真的有研究股票 你觉得哪个投资工具 适合自己之后 你随时要进场 就有这笔资金可以进去 那我会建议你分 专款中户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人会想说 他可能刚好追逐到 可能不管是虚拟货币 或是AI股等等 他产生到甜头之后 就觉得自己是糟年股神 所以就想把所有的钱 都all in进去 但其实all in是 最危险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那时候 航运股在狂飙 每天玩当冲 多少年轻人 农家 违约 八公就招备 所以我会 所以才会说专款专户 等到你那个账户里面钱没有 那你就是先暂缓 等到下个月有钱进来 再进行投资 那当然 其实这个就单纯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小节流 小开源这样 但如果说你问我 三万四万 你想要买房 我必须很老实说 其实基本上不太可能 因为像刚刚前面的那个表格 平均月收入还要等到 还有五万七 但你现在薪水才三万四万 其实我觉得买房太遥远 除非家里有人帮忙 以现在年轻人 如果家里没有人帮忙 其实你要买房 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你没有找到其他额外收入的话 所以我会觉得可以增加自己收入 就是你钱前面没有 那你先投资自己开始 等到自己有竞争能力的时候 增加收入我觉得不错 像刚刚有提到两个策略 一个是水平的策略 就像我自己本来是学影像出身的 那我就可能会试着去学行销 因为其实像我做YouTube 也是慢慢在摸索行销的东西 所以我就可以进行结合 变成影像行销 那其实影像行销是现在基本上 每一个公司都需要的人才 或者是你也可以去接案子 像现在很多YouTube都会 希望有制作人 就是你可以在后面帮他策划节目 然后知道怎样的 节目类型是更多元 更有流量的 其实这也是case by case 你就可以自己再去增加收入 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是垂直的策略 就是你深化自己的专业 然后有一个更强劲的技能 然后强到别人无可取代 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就像我如果你会剪接的话 你可以去学调光 你可以去学动画 其实这个你的价码 就可以直接翻好几倍 因为我觉得让自己 让自己有这个筹码 去争取更多的薪水 其实相对比你在那边 计较三万四万薪水 还要来得扎实很多 因为很多人会说 我知道选择比努力还要重要 可是我觉得这个重点是 你要有所选择 你三万四万 其实你要做的选择非常的少 你会忍在烂的选择里面 找到一个烂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提升自己能力比较重要 其实人家说 认识就不够了 你还想要打冰 如果如果生质不够了 你还一定要打冰 你就只要吃较少 降低你其他的欲望 刚才李逊有讲过 所以选择有时候比努力重要 那什么叫选择 我不会选的怎么办 来吧 有人帮你选 叫做ETF 小资族的复兴 ETF存股的开始 其实我们资争表 主要跟大家讲 我们说台湾ETF的规模 从2003年那时候 不到400亿只有396亿 不好意思到今年 今年的5月底 已经成长到2.91兆 也就是将近三兆的资金 在ETF里面 而受益的人口 也已经到 到今年已经高达了700万 将近700万 换句话说 台湾每四个人里面 最少有一个人 他有投资ETF 而至于ETF到底怎么玩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的ETF存股的股户 已经超过百万人了 请期待 台湾ETF发展 今年满20年 以过去5年表现对比 台股大盘 从10974点 涨到16276点 而指标ETF0050和0056 虽然涨幅稍微逊色 但它们不向大盘波动剧烈 让投资人像在坐云霄飞车 趋势稳定及配息 都成为选择关键 搞到继配息 那已经很拼了 大家很热爱 大量的资金流入 它也让外资的卖压 得到了一定程度投信的化解 还有人想每个月零股息 一买就是三档 依照除息月份不同 可分为三组A B和C 若各组都择一买 就能每个月 都有一笔额外收入 甚至有人把掏金的手 伸到海外ETF 以美股为例 最早发行的SPY年报酬 百分之二十二点三四 管理费较低 约百分之零点零九 而VOO年报酬也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三三 管理费更低 只要百分之零点零三 双双成为热门投资标的 但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专家提醒 ETF一题材不同 收益也会有落差 投资前还是得多做功课 邵阳 问你有没有买房 这个问题过分的 好 问题过分的 那我们换个角度来问你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几岁要买房 大概三十岁以上吧 三十岁以上 所以六十五岁也算 成就达成 对对对 没错没错 那你有没有买ETF 就像老师刚刚说的 就钱的钱都没钱 哪有钱打败 对 就是我们现在学生 我身边的同学 大多数都是打工赚一万多块 然后缴房租 缴完之后都剩三四千块 可能连吃饭都不太够 是 所以目前还没有买 就是ETF 所以你现在没有做任何投资 这还在存钱的阶段 投资在女朋友身上 之类的 他变成一个专业的美食YouTuber 有可能 陈老师 我现在有一个年轻的 今年刚才二十岁 他现在开始打工 包括送外卖 早上起来还送油链 油链送后送薄链 他每个月这样打工下来 他可以剩两万五 但是他现在还在设计 所以也不用买 没买孩子 不用落房贷 你会给他怎么样的建议 因为他还年轻 两万五我反而建议你 你大概就是拿多一点的比例 甚至你比如说拿个一万五 甚至到两万 你可以挑一些市值型为主的 你剩下了五千 甚至一万块 你就要买高副息为主了 那这样子市值型的好处 就是以长期来讲 他的长期的报酬率 其实会赢过高副息型的 今年高副息型的逆转 是因为AI的 就是今年算special case 因为AI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说我们长期来讲 市值型还是会好一点 所以说以年轻人来讲的话 反而建议你就是市值型的 你要买多一点 当然市值型又分很多种 你说像0050这一种来讲 他台积电的占比又太高 那你可能你要挑一下 市值型的 纯属举例 那我自己觉得有一档 就是那等权重的 那个概念我是觉得还不错 这个其实市值型也很多 那高副息型也很多 这个还是要读书 还是要做一下功课会比较好 是 那我们这么讲 其实很多人他不买ETF 其实最早李专跟我讲 买ETF的时候是2013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没有买 我觉得 蛤 多少一年可以贪几% 蛤 八% 八% 这个为你讲的出嘴 后来我发现八%好香 因为我后来拿去买股票 然后全部都挂了 李训 你很多应该会跟你反映这个问题 很多人当然是希望买股票 我就一定要大赚 我希望可以跟对题材 但其实这样往往会落得 就是你可能连本金都赔光 因为如果你没有研究 然后就冒然进场的话 其实就是变成 你在跟名牌而已 所以其实我自己会比较倾向于长期投资的概念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主要以ETF为主 因为相对来说 他就是比较稳定一点点 那其实我自己在投资的时候 我就有分定期定额 或者是单笔投入 因为其实像我定期定额 现在大概占70%的比例 对 因为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定期定额随时进场 那我就不用一直在那边盯盘说 我什么时候要下单 我就是设定好之后 每个月他就会自己帮我扣 那其实我台股美股 我都有差不多设计 但其实像刚刚老师 陈老师有说到 高股息或是市值型 到底要怎么选 其实我自己也是两个都有选择 那我其实反而高股息多一点点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年轻人不要买高股息 因为他会觉得说 你年轻人买高股息 他息都配出来 他成长性不够 但其实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投资 有领到钱这件事情 比什么还重要 对 激发你自己对于投资的兴趣 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 都是可以push你长期投资的这种动力 虽然说可能洗不多 但是你至少觉得 我真的有在投资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会有多一点点放在高股息 当然为了平衡 我还是会有放市值型在里面 那另外30% 我就是利用可能单笔加码的部分进行买入 那如果说低点的时候 我就会在进场加码 或者是单笔加码的部分 我就会适时的卖掉 因为定期定位我基本上不买 但是我单笔加码 我会用我会比较像是投机的方式 但投机也不是说我随便买 而是我会适时出厂 然后让自己有一些获利 那这些获利可以来cover我的其他的目的 可能我今天想要出过旅游 我今天想要买其他的东西 我就会看一下 那我单笔投入的东西 目前赚了几% 赚了多少钱 然后再卖掉 来去对应 来去支应我的一些生活所需 OK 那其实我们刚才不管再次聊 到底要先买股 还是先买房 我们的问题就出在于 我们现在的钱还不注意 不够买一间我们心目中 理想中的房子 所以这些人三百里 那我们先丢股票了 先买ETF好了 先弄一点钱回来 但是你要知道 有人他可能手上有两套房 那一套房自己住 一套房出租 但他突然发现了 出租的获利可能是不够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说先买屋先买股 到底差别在那里 那为什么长辈都说先买房 然后再来第二 那个四大要点 决定是不是先买房 还有手上的资金来决定买房 或者是买股的先后顺序 下一位阿宏师傅的故事 他说他今年35岁 是一个水电师傅 月薪大概5万块左右 那就是30岁那年 那大概就5年前 那想要快点赚钱买房 其实这里就一个错误了 赚钱你怎么样赚快钱赚大钱 几率不高 小心啦 吃快都破碗 结果他那时候就听朋友的话 去买了国具 5年前是不是国具 标的最凶的时候 从一两百块这样标 标到一千多块 结果他就听朋友的话去买国具 那国具很贵啊 买不起怎么办呢 结果他又用融资 那陈老师有讲过 融资其实是不要做的 融资真的是破产的开始 融资千万不要做 结果这个阿洪师傅很不幸的 在国具上面赔了五百万 你先想看月薪五万块 你赔五百万 这个真的很辛苦 投资股票不要急 慢慢地走真的比较快 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伤的故事 陈老师 要如何 其实有时候投资股票就是这样 大家都急着要成功 急着赚快钱 急着赚大钱 其实有时候股票在低点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像不是 好像是烂股票 那你看它涨了 你就怀疑说 这个还要再观察 又涨了你还要再观察 那你就开始后悔 我便宜的时候没有买 接着你又看它上去了 你就更后悔了你知道 到最后呢 你又看它上去的时候 你就受不了了 你就all in下去了 你就买在高点了 所以说投资股票 我常常在讲 你要先投资自己的脑袋 很多人都是 股票这样几十万几百万 就这样砸进去 那你叫它买输 买个几百块 它舍不得买输 我觉得人是很奇怪的动物 来网友卖房all in ETF 又是all in 又是all in 年轻人比较充满 你知道吗 来投报率高下立判 怎么说呢 他说他闭着眼睛 买00929 那算一下 这个投报率跟 如果他买房子单纯出租的话 那算了一下 大概差35% 那我们姑且不论讨论 all in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我有闲钱 我们回到这个案例里面 如果我现在已经有间房子 可以住 也就是说我的刚性需求 已经得到了满足 然后我手上又有一笔钱 比如说可能足够买 我们这么讲 台北应该能住人的 不要那么糟糕 才没在走路 像整个要走出来 可以借给剧组去拍 走院 那个恐怖片的房子 我觉得2000万以上是很合理的 那如果我们以两层的自备款 两层办好了 大概是500万 所以如果有这500万 安娜 你会拿去再买一间房子 还是 我们不all in 我们不all in 还是我们拿一部分去买ETF 然后拿一部分跟着陈老师 去买金融股 买银件股 买电子股 好 因为我觉得这跟你 花多少时间 在研究一个东西有关 因为像我自己 比较专进的是房地产 所以我当然会觉得说 如果我有500万 我不会all in 再买一间房 我可能会把它分散 买在不同的地区 但是那是我对房子 区域性比较了解 但如果说 你是研究ETF的 或是研究股票的 那当然就是放在 你熟悉的地方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所以买房哦 那当然啦 其实买屋或者是 不管是买房 还是买股 买ETF 这个问题在近年来 其实已经吵了很久 我曾经问过一个长辈 他的确是在金融界里面 非常大咖的 他跟我说 或许十年了 因为那时候我有买房的需求 在北部 那他跟我说 或许你可能不太清楚 十年之后 大家在比的 不是你在水岸第一排 一瓶到底是200万 250万 而是你手上有几张台积电 你手上有几张亚马逊 你手上有几张特斯拉 但是他又补了一个前提了 但是你还是要有房子可以住 他等于没有讲 但是anyway不管如何 到底是买房先 还是买车先 还是买股先 我们看一下柏林的博览春秋 怎么说 又想要买房 又想要买股 能够同时达成吗 你如果钱多 当然是可以达成 但偏偏大家就是钱不多嘛 同样一笔钱 他想要买房子 他要刚性需求 他要成家 但是他在买房之前 他发现有一只股票 一直涨 他想要把买房的钱 拿去买股票 这样做法 到底对不对 我想很多人都认为 这样是不妥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握这个股票 他未来确切能够涨到多少 最惨的股票没有涨 那你钱卡住了 你的房也没了 所以没有人会去赞成这样一个说法 那在第二个部分 还有人认为说 那我先把钱去买房子 然后再把房子给出租 再把租金用来缴房贷 等于说这个房客 帮我们去付这个房贷 但是现在双北的房价 大概随便都是一千多万以上 那么以投报率2%到3%来讲 其实这个租金的收益 能不能够cover贷款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包租公包租婆 没有那么容易 你想要买房子当投资 当包租公包租婆 你必须要经过计算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考量到这个变现能不能及时 还有你的资产要有一定的门槛 专家也已经投计了 就是你想要买股票 当然最好是用闲钱 但是大家都说 哪那么多闲钱 就这么一笔钱 怎么办呢 你不要用强迫的 用觉得自己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心态 专家建议大概以250万 作为一个基准的水位 你不到这样子的一个现金 你可以用股票投资 或者其他方式慢慢去累积 当你到250万的时候 慢慢去累积到了300 400 最好能够到500的时候 才能够接近所谓你的买股跟买房的投期款 能够同时进行 专家建议这个金额是因为如此以来 你才能够把一部分的钱 有的投期款 一部分的钱 然后去买股票 才能够达成大家所想要的买股买房 同步进行的目标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当有一天房子不再涨了 它开始崩跌的时候 那将是国家经济的大灾难 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现在中国正在发生 90年代中后期 台湾也发生过一次 所以后来为了解决这件事情 弄了一个二次金改 想办法要打消这么多留下来的呆账 所以房还是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必须得面对的课题 不管是阴宅还是阳宅 旅士战国BETAL 我们明天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